续机来了续机来了 今天咱们不讲废话直接开始了 第三个是击退强化 像附魔里击退的效果最多可以增加10格 不知道能不能跟附魔卷轴叠加呀 三级击退附魔应该是5格吧 那叠加上岂不是15格啊 那也太恐怖了吧 第14个击退抗性 这个是减少被击退的 第15个氧气 让我们在水里可以像鱼一样呼吸 不光不会扣氧气值还会增加氧气值 第16个龟壳神功 可以给自己套一个护盾啊 这个护盾最多能抵挡1000点伤害 第17个开心铁拳 让我们的攻击力直接提升 可以不依靠武器就能赤手空拳的打败敌人 还有很多的攻击类型 第18个击飞 最多也就可以击飞对手10格 这个效果如果跟击退效果叠起来 那岂不是攻击对手一下 他就飞出去了 第19个攻击附加 这个可以让我们在攻击敌人时 给对手增加一些奇奇怪怪的效果 让他动不了啊燃烧什么之类的 第20个 龟壳神功2.0 这回不光是增加了护盾 是增加防御值 最多增加1000点 就算是三龙也打不掉1000点伤害吧 第21个反甲 反弹敌人对我们造成的伤害 而且还能加倍返还哦 一般效果讲完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特殊效果了 第一个是模型体积 让我们身材整整翻10倍 变成一个巨人 也可以让我们的脑袋单独变成10倍 变成一个大头娃娃 这大了10倍的脑袋 屏幕都装不下了呀 第二个是改变模型 可以让我们变成除了黑龙和巨人之外 迷你世界里所有的生物 连野人也可以哦 第三个 晕头转向 这个跟乖威脚子一样 让我们的方向变反 第四个就是 跪甲神功 终极版 无敌 直接让我们无法被选中 第五个是泡泡 就是泡泡糖的效果 让我们一直飘下来 不会掉下来 第六个是葵花点血手 让使用者无法行动 第七个是轻弓墙上飘 跟附魔的爬墙一样 好了 就是所有的道具效果了 小伙伴们你们听懂了吗 好了小伙伴们还想看我更新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